美国和印度又打脸,不是禁止用了,怎么在最佳的军队中出现了? 随着战争格局的改变,无人机的能力在战场也越来越被凸显出来。 不得不说,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有着取足轻重的地位,于是很多国家都开始研制军用无人机。 但不得不提的是,我国的无人机在任何领域已经成为了常客。 以最近的土俱战争为例,两国之间原本的僵持状态变成了亮点,而在此次战争中,我们国家的翼龙无人机却成为了焦点,多个国家关注它,更因为它被土耳其三炮击中,机身受损,核心部件完好。 而我国除了军用的无人机受到欢迎之外,民用无人机也被国外看上了。 虽然我国是为了商业化而制造出民用无人机,但它胜在价格便宜,即使在战争中损坏也不会感到心疼,可以用来消耗。 而且一些军用无人机的侦查以及头弹这些工作完全能够胜任,这也怪不得外国军队会购买了,便宜又好用。 甚至,就在美国的部队中都能看到我国无人机的身影,甚至随后发布禁令禁止内部军队使用我国制造的无人机,但随后就被打脸了。 尤其是在疫情中看到我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抗议,且取得显著效果时,美军开启了打脸模式。 美国又开始多地启用中国无人机参与抗议,这就是活脱脱的真香了。 而且不仅是美国,就连一直认为很先进的印度,尽管一直将我国的武器视为对手,但在面对我国无人机的物美价廉也开启了真香模式。 尽管中国的民用无人机并非为战场制造的,但架不住它物美价廉啊,很多人也都知道军用大疆这个梗,自为中国民用无人机的领头品牌,但我们在战场上就时常可见大疆无人机的身影。 估计自为民用无人机的大疆,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进入战场,自为一款可以进行侦查,又可以投炮弹的民用机,就算被炮弹打下来也丝毫不吃亏,毕竟营价几千元的无人机,换你一枚好几万的导弹,这是赚本买卖。 面对中国制造无人机,如今高效低成本的将其击落也让对手头疼,所谓解铃还需蓄铃人,为了对付中国制造的无人机,最好的方法自然是用中国制造的反无人机武器。 不管是美国与印度军队开启真香模式,一边用着中国无人机,一边打脸,还是在叙利亚上空被击落的翼龙无人机,都是对中国制造业水平的认可。 当中国制造越来越在海外受宠,也证明了我们国家工业见识的成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